孩童經常坐不住 跑跑跳跳 經過家長提醒 依然停不下來 甚至上課不專心 做某件事情突然停頓 都可能是罹患注意力不足過動的徵兆 他好像上課的時候都沒有聽到老師在講什麼 或是家長回家發現小孩在寫功課吃飯的時候 常常寫字寫到一半或者是吃飯之後就停頓 動作停頓下來都對外界的叫喚沒有反應的時候 這種可能還是要帶來我們這邊做評估 一旦評估有明顯專注力不足的情況 醫院會幫孩童安排腦波檢查 透過孩童眨眼 吹氣 睡眠時的腦波狀況 來確診注意力不足的原因 進一步對症下藥 要幫他排除一些腦部特別的疾病 引發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如果是失神性癲癇的話 他是要用治療癲癇的藥 他才會痊癒 那當然如果你是被診斷在ADHD的病人 那他可能就是要吃 如果嚴重的啦 他可能需要吃的是過動兒的藥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腦神經發展遲緩的疾病 如果不治療 未來可能發展第二個疾病 包括憂鬱症焦慮症等問題 醫師提醒 11歲前是重要的黃金治療期 透過藥物和行為治療 能有效改善孩子的專注力 帶新聞台北新電綜合報導 謝謝 約 發展 你們會訪 我會訪 我們會訪